感谢各位继续来到我的教学频道同场 我们今天这个主要的目的呢 在于介绍randomine 它自己专属的image tool 还有所谓的randomine 里面的一些特殊的设定 让各位呢 对randomine有一些比较进一步的了解 然后在之后呢 我们才会正式的进入到 这个所谓的randomine material 还有所谓的randomine lighting的这些单元 首先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会看到这个所谓的randomine的image tool 但是这个开启这个所谓的image tool 它有一些方法 比如说你可以从这个shelf里面的这个眼睛 就可以开启你的image tool 那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如果新手的话 尽量的使用这个所谓的选单 因为选单里面它可以拥有很多的功能 包括options 所以呢这个新手在了解一个新东西的时候呢 从选单可以了解一个新东西的全面的功能 如果你从shelves里面这个开始使用的话 你可能对于一个新东西的功能的了解可能就会比较少了 因为这个一个shelves里面它可能会放一些大概5%到10%左右的新功能 但是以这个randomine来说它的这个内容是很多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呢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如果直接是从这个所谓的shelves里面去认识randomine的话 你可能就会少掉很多东西 好所以呢我们先来到我们的image tool 然后你会发现它现在是什么都没有的情况 是的 在image tool里面呢 你会看到上面这里有一排选单工具列 然后旁边这个地方叫做cutter 这个cutter几乎可以算是这个所谓的image tool 它的灵魂所在 它会把你算过的所有的东西都列举在这个位置 所以你算过多少张图 你做过多少的这个图的运算呢 通通都是放在这个cutter里面 所以在一开始image tool打开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这个cutter 如果你不信不小心呢 这个手残把它关了 你可以来到window 你就会看到这个里面呢 会有一个东西叫cutter 然后这个cutter 就会帮你把你的cutter叫活 在右边这个instructor也是它的灵魂 它这个里面呢 会有很多呢 可以让你去检查的东西 包括算图的时间啊 算图的资讯啊等等 而这个instructor呢 如果你把它关掉的话 一样可以从window里面 可以看得到这个instructor 可以把它读出来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呢 我们请window里面帮我们算一张图 的时候呢 这个image tool就会跳出来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image tool 就会开始算了 然后它会开始去取样 进行这个所谓的大量性的取样 然后呢 你可能要等一下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地方会有百分比 它会先跑一段 然后大概到个百分之三百分之四的时候 它觉得它取样的差不多 它就会疯狂的快速的前进 这段时间要看你当初设定的内容 或者是你在rendoglogo里面设定的程度到哪里 会决定它算图的这个结果跟品质 好 但是呢 这我们之后再谈这个所谓的rendoglogo里面的设定 你看现在到了百分之三 然后呢 它会继续去取样 到了百分之四 然后呢 继续 到百分之五 噴了 有没有 这个时候就飞速的前进 因为它认为差不多 大致上呢 差不多都到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样子开始跑 你可以在image tool 你可以看到它花了大概一分钟左右 所以这个inspector呢 非常的重要 它几乎可以算是把你的这个 你的算图的这个时间啊 以及这个所谓的你的内容啊 都会显示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会看到你的carto的里面的内容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功能 在image tool里面的window 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叫image tool 如果你把这个勾勾拿掉 你就发现上面这一排少了一些东西 对 因为呢 你的这个这里呢 它有很多的功能 比如说 你想要移动你的这个 你算好的物件的话 你想要移动你算好的物件 移动你算好的图 你只要左键压着 你只要把你的左键压着 你就可以拉它走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移动工具 而这个放大工具是干嘛用的呢 不明示意就是放大的 所以你可以稍微放大看一下它的一些比较细部的地方 可是呢这个你要注意它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锯齿边施针的情况 所以呢这个移动跟放大 可是移动跟放大有没有快速键呢 如果你auto键呢这个压着再加上这个所谓的 啊 一些这个滑鼠的中间键的话 去拖拉 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进行放大 你可以进行 啊 sorry 滑鼠的右键 这个所谓这个所谓的滑鼠的右键 这个所谓的滑鼠的右键 在这个image tool里面 你可以进行这个所谓的显示倍率的放大 所以呢这个也是比较快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左键可以拖拉 auto键加滑鼠的右键 这个显示比例的缩放 OK 可是有人会说这个所谓的缩放比例过头了怎么办呢 在这个所谓的view里面 它有一个叫resize window to image 这个很帅的 这一弄它就会变成1比1了 OK吧 或者是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改成fit image to window 它就会去 去这个 去让你的image tool 去适应你的 应该说你的图啦 你算出来的图去适应你的image window的内容 所以呢 这个叫fit image to window 这个地方它就会变这样 然后呢 如果你用的是所谓的resize window to image 你的image tool就会变大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在image tool里面呢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我把image tool缩小一点 除了像这一类的东西之外呢 它还有什么样的重点呢 它还有一些特定的重点 我把它改成100% 好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 100%也可以取代 而不是取代 就是这两个功能的其他的额外的功能 好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内容 在window里面 它还有一个叫pixel readout 这个pixel readout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你把pixel readout弄掉 你就会发现下面这一台不见了 pixel readout是很重要的一个视窗的提示功能 包括你现在的这个RGB的显示 包括你的offer channel 你的luminosity的结果 甚至呢 你现在是不是有没有符合这个线性工作流程 还有你的色域的选择 都是有的哦 还有包括你现在滑鼠在上面滑来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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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现在在哪个坐标点 以及你现在选择到什么颜色 这些都是这个所谓的pixel readout是在用的 然后这里有个叫sequence controls 这个sequence controls 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你把这个勾勾拿掉 你会发现后面 那个所谓的可以play的地方不见 所以这个是sequence controls的东西 就是你如果载入了一个sequence 你想要play或前进 或者是特定的功能的话 或者是这个循环播放的功能的话 所以你都可以利用这个所谓的sequence controls去完成它 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多 然后这里有一个叫monitor controls 这个monitor controls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我们是不建议新手打开的 因为第一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gamma 还有这个exposure 等你这个对于这个后置 或者是所谓的后置的内容呢 后置的线性工作流程非常理解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打开做一些简单的测试 但是这边的gamma呢 这边要很小心 因为现在这个所谓的线性工作流程非常重要 所以新手的话是不建议你去调动这个东西的 好 接着呢会有一个东西叫做console 这console很帅的 就是你可以拿来写程式 有一些td呢是很适合的 就是有一些td的工作的话 可能就必须利用到这个console 再来还有这个所谓的preferences 这个preferences里面呢就有很多的image tool的一些设定的内容 包括它的暂存的地方 它的scrush image 它这个要暂存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改掉 改到一个比较容易寻找的地方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有一些暂存档如果你需要用到的话 就可以把它弄起来 还有这里有个蛮重要的功能 叫barn mapping on drive 这个所谓的把color mapping把它烧起来的这个功能 我是强烈建议你一定要开的 不然你到时候呢 就会发生像我们第一次 就会发生像我们第一次这个算图呢 这个的结果呢 直接存出去它是没有那个color mapping的 所以当你把这个所谓的preferences里面的这个barn mapping on drive 把这个打勾之后 你会发现呢 你的cut rock这个地方的barn mapping on drive 它是没有勾的 但是呢 你在存档的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的存和去 所以呢 我这个地方呢 我会比较建议你 这个地方呢 如果可以把你把它打勾 不然的话 如果你不打勾也可以 你不打勾也可以 但是你要记得你要输出的时候 记得这个所谓的mountain on drive 这个地方是一定要记得勾的 如果你没有在这个所谓的preferences 里面 把这个打勾的话 如果你没有在preferences 里面 把这个barn in 这个所谓的barn mapping on drive 打勾的话 你一定要记得 在这个地方的mapping on drive 一定要打勾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还有所谓的 这里有个叫split image window 这很好玩的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前后的差异 就是如果你算很多张图的话 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观察一下这个差异性 然后我们现在close split image 把它拿掉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所谓的split image window 打开 然后close split image 把它关掉 接下来这个是叫做window over strong top 这个很重要的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把这个打勾的话 它会永远在你其他视窗上面 它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把它弄掉的话 其他的视窗就可以把它盖起来 比如说我现在如果开了node alert 有没有 你的image tool就不见了 它就不会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当你来到别的地方 它也不见 所以呢 这个是这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如果你把它改成这个window over strong top 它会在任何的视窗上面 比如说你看 我现在再去叫node alert 它就在它下面 所以呢 有时候你在这种方式的情况之下呢 你可以允许 你可以拥有这个所谓的一些 你如果想要设定的一些特殊性 比如说你想要连一点之后 在这里算图 你就可以这边连一点 然后看一下它的IPR的结果 或什么 所以这个是蛮方便的一个情况 可是我个人是不会把它打开 因为如果你今天萤幕很大的话 如果你今天萤幕很大的话 你可以考虑把你的image功能把它拖到别的萤幕去 这样也是很方便的事情 然后或者是这个所谓的 像我现在这个萤幕比较小 所以呢我就不把这个功能打开了 所以在image tool里面 还有这些的特殊的功能 在image里面这边也有可以直接让你直接做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可以再算一次 或者是这个很酷 这个叫AutoCrop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拖一块范围出来 然后呢 然后呢 请它这个直算那一个范围 我们叫这个所谓的Crop Image 所以呢你可以选择这个 所以把它弄到了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AutoCrop Render 打勾了之后呢 我去这个所谓的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位置呢 它叫做所谓的Crop Image 然后你这个拖一块 然后它就自己冲算 所以叫这个地方是还蛮酷的 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所谓的 就是这个Image里面的AutoCrop Render 打勾勾 然后呢 你使用这个所谓的Crop Render 或者是Crop Image 然后呢 你去拖拉一块 它就会自动止算那一块 这在还蛮帅气的 可是呢 可是要注意一件事 如果你用了这个Crop Render 这个功能的话 它有一些特定的情况是不能用的 我们后面会给各位谈 所以呢 这个Crop Render 它有一些特定的情况是不允许你使用的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我把这个Crop Render把它关掉 回到我的移动工具 然后我把UltraCrop Render 这个也够够也拿掉 然后呢 我可以请它再算一次 OK 然后或者是取消它的算图 或拷贝这个图像 或者是拷贝这个所谓的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Crop Render的结果 然后贴到别的地方去 或删掉这个图像等等之类的 所以你如果说你要Delish Image 它的这个所谓的快速键是Box Price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Delish Image 有吧 所以呢 这样就成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当然你可以把背景把它锁起来 不过我们这边没有背景 所以呢 基本上也锁不太起来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除了这些地方呢 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些特定的功能 比如说 像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 各位要很小心 这个在Vue这个所谓的Monitor Adjudgment 这个地方呢 它非常的重要 它重要在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它的光圈可以升一档跟降一档 可以让你在这个算图的Image Tool里面 先看一下 就是你灯光如果觉得不太亮 或什么样 或出了什么问题 你可以用这种先测试 然后再回到玛雅里面去 这个重新的把这个光圈再调过 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测试 这不是最后的结果 所以各位 不要这个 不要对这个事情进行这个所谓的乱调 或什么的 这是给你测试用 你可以直接加一档光圈 或减一档光圈 比如说光圈2.8呢 你如果加一档 它就往上挑到5.4之类的 而这个地方Gamma值也是一样 这个Gamma值也是一样 就是说 你可以加它的Gamma 但是呢 这个在对于线性工作流程来讲 是不建议的 非常的危险 因为你不知道最后你的Gamma 加到后面 它会不会色别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要很小心的使用 如果当你加过头了 你不想要在这个所谓的 你想要回复原状 它这里有个Reset Adjudgment 这个Reset Adjudgment 这个地方可以把它弄掉 它就可以把它回到你的最原始的情况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使用你的所谓的色域 然后呢 我们是比较建议你使用这个线性 有人会把它调成SRGB的 比较不建议 因为 现在的这个影视工作流程里面 线性工作流程太重要 所以 这个尽量一定保持在线性 这个地方就比较特别 这个Display View 如果你把它改成None 它就是没有把线性工作流程的这个色域 带进来的一张图像 所以如果你把它改成None呢 这个就是没有符合线性流程的结果的图像 你如果加上SRGB色域 它就会把这个所谓的RandomMine 它内部呢 的色彩管理机制的这个东西呢 把它带进来 也就是说它会把这个SRGB的这个资讯把它套进去 然后再搭配你的线性工作流程的这个所谓的Color Slice 然后呢 你就可以呢 再加上你把这个所谓的Mapping把它烧进去之后 你出来的这个结果就是一个完整的有线性工作流程的这个结果 所以在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些色域的显示 不过注意哦 这只是给你View而已 Display View 这个地方是给你View而已 它不是真正的结果 它会给你看 就是你没有这个线性 没有把SRGB这个烧进去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回事 所以这个是给你View 不是给你用的 所以它才叫做View 然后呢 这个地方才是给你选择你的这个色域 就是你显示的色域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不是很建议Alearn 我们也不是很建议各位去乱用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请各位一定要注意把它调回来 OK吧 然后这个Automatic打开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请各位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保持在这个情况之下 好 我们的Image Tool呢 在这个位置基本上来讲 已经给各位介绍完毕 好 好 我们下期再见